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尽管成为敬意 以赢队的梗 尽管我 进入对三次勾气 好死之后 就开始了 一切断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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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禁止 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 给你了 一切断除了 一切断除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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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以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心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非常强烈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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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美本作相老夫人得我共觉都翻破了心意了 念完的一佛的话 上师融入了光 光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 按住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形式 也不能迎接未来的各种一些分别的事情 就是什么都不执着 就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下面我们讲《新论》当中的课盘里面的宣说能害的 这个宣说能害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承认 诸法有自信 否则有理正教证有危害的 那么这有分三个方面讲的 有因建立空性和有果建立空性 那么无神前离空性分三个方面 一个是破无神因 破长因 还有舍异 那么下面讲破无因神 世人亦能见一切能生因如念根经等 差别前因上尊师外道他又不存在 前世后世道理总共有一种证理 还有三个比喻和思想来进行说明 一个证理他们说是 显量因为后世肯定不存在的 显量没有见到 这是他们的一个证理 然后他们的三种比喻应不存在 就像草地上长出的蘑菇一样 果不存在就像毁 毁树里面撒下去的话 马上当然无存了 然后那个因和果 还有本体吧 本体不存在 以前外道的一些书里面说是 热身喝水 像下流 万毒远行持肩肠 空缺欲烟等诸法 随意未造自性肠 也是外道的书里面说 太阳从东方身体 落到西方 然后河水从高山下来 像流亡地处 还有万毒的话 它是远行的 然后刺它是尖锐的 还有空虚的羽毛 是无缘漏色的 等等诸如此类的 世间当中的种种万法 其实是自然而形成的 没有任何人造的 所以应该无缘而产生的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其实这样的说法 也是非常可笑的一种说法 刚才比如说 太阳的珠砖也好 河水的牛肠 还有万毒等等 这些其实虽然没有一个人亲自造 万毒没有一个人天天都做万子 或者说是刺 没有用垃圾刀子来天天学 这种事情都没有 但是它并不是无缘而产生的 每一个这些法 其实它有它的因 都是这种这种水平方法 是因为这种水平方法 是可以 但是这种水平方法 也没有在这种水平方法 和水平方法 也没有在这种水平方法 但是这种水平方法 是一直等于 在这种水平方法 没有用垃圾刀子 也是那么多平方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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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些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文字 虽然你们说是银和果是存在的 但是银和果如果存在的话 在种子上为什么不存在果的所有的特征呢 比如说我们画的种子上面是一个灰色的很小的一粒 那上面就是花瓣 花叶 花瓶等等 各种这些特点为什么见不到啊 如果没有见到的话说明它不是它的果 当然这种说法也是很荒唐的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种子也好念花子念根念经这些其实是差别在 它的果上面各种的差别在银上面应该是以种子的方式来存在的 但这种存在并不是以现形的方式来存在 如果现形的方式来存在的话那就是花种子变成了花了 那花种子上面真的有花瓣的话那我们都没有必要求果了 以前约乘论师也说了世间为求果是果不应多明受几种 世间上的人们为了获得了一些果实 就是辛辛苦苦地通过各种方式来去开始收集种子 就是让创造未来那这些都徒劳无益 没有任何意义的 如果真正在银上面存在果都没有必要的 我们不管是白莲花也好 青莲花或者牡丹花 玫瑰花等等 这些如果在花种子上面存在的话 那么你给别人供养花 鲜花之后那一粒花种子给给它就可以了 不需要 非要花钱买真正的花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说明世间人也是根本不承认是在种子上面 果的形状 颜色或者它的香味等等圆圆分分存在的 那是不是因上面是果不存在呢 因不存在也是不产生果 因上面果不存在也不产生果 但是存在也并不是以那种方式来存在 应该是以因缘的方式来存在 这个深圣的奥秘我们在有关其他的论典当中也会宣说的 这样一来大家应该知道外面所谓的顺势外道所承认的 这样的因果无因而产生的做法非常不合理 也是低劣的见解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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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对方也可以这样认为的 如果甚至在这个因上面有一些作用的话 比如说我们花瓣 花叶等等这些不同的特点 显色 形色这些真的是在果上面存在的话 那么谁做的它的因的差别 就是空缺的斑斑色彩是谁来做的 然后我们外面就是种种世界的种种现象 这些到底是谁来做的 如果是一些外道的话上帝创作的 或者是翻天创作的 地势天创作的 这样说的话有说服力的 而如果我们这一点也是不承认的话 那我们每一个花也好每一个事物的这个因 到底是谁做的呢 就是对方给我们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对他回答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因虽然没有一个常有的作者 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下面也会进行破的 然后也没有一个是无常的一个造物者 这个也没有的 但是因为种种因缘的话 它其实自己在本身上它还是具足它的功能 因此种种不同的差别 依靠它的不同的因缘具足的时候 就是这些玩法可以现前的 比如说这个花的种子 它有它的不共的能力 这种种子的能力 能产生它的果 这是在它的因上面 应该是具有不共的差别 就是缘具身诸法 皆具一字体 我们前面《结义会见》里面也讲了 诸不共法相 见于世人灯 名言辞法而不可否认与 前面都已经讲过了 其实诸法 它每一个法 它有各自的法相 各自的能力 比如说谁有它的实性 然后头有它的坚硬性 风扬 它有它的轻调性等等 每一个法有各自的法相 各自因的能力不同 过也是呈现各种各样的法 这就是我们世间当中的一个万法的规律 我们在这里 杨栋莱形与爱玻璃 我们在这里 我应该是川普之的 那是中国生活的法相 以为 得说 至少有也 封面具交参与 在沙択成的法律中的法律中的口图 我以为能够健康的作品 在这里 长江生邀绍兰 在海浏袋中的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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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如果这样说的话 对方也是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何故应生过 但如果他的应当中真的产生有 能产生其他过的法 那这样一来 为什么是亲和产生 自己亲和同类的过 为什么是梅子产生他的小美的过 而不产生其他世界当中的其他的鲜花 莲花等等 不产生这样 往往都是产生同类的过 这个原因是何者 这个也是重新引领过 这个原因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 每一个法它有它的特性 它的特性其实注意自己的本体 有始义之行 安住各本体 好像我们在《释量论》当中都已经学过 所有的有始法依靠自己的本体 各的都是注意自己的本体 活安住也是活的本体 然后水安住也是水的本体 而我们的汤安住于汤的本体 它不可能汤当中产生酸菜 也不可能食度当中产生绿色的苗芽 这些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这是因的能力不同产生各个的法 各个的法当然也是随着外面的一些外缘 比如说有些田当中我们加了一些肺鸟的不同 然后土里面藏出来的庄稼也有田的 也有双的 这是外缘不同而已 我们在《俱舍论》和其他的论典当中也是学过 但是真正的它各自的同类因 在佛教当中所讲的同类因 这种同类因不关带任何的法 所以说这并不是无因而产生的 而且一定要关带它自己各自的因 但这中文有能够造成本的法 还有什么 对于你 这本来是有张岛和其他人的投资 是什么 因此是有利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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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讲破长颖身 破长颖身就是破大自在所产生 还有破围城所产生和破诸武所产生 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破大自在身分三个方面讲的 第一个是自在身 大自在不常理 现在所谓的大自在派也承认 一切万法都是用大自在产生的 那么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自在天是因何为自在天 若为许大众何必维持名 因为僧伦派还有非陀派 他们承认所谓的大自在 他们的神尊 然后认为具有五种特点 就是这个大自在 什么清净 饮供 常有 威仪 还有通过发心 然后万事万物 由大自在天他来承认 具足这五种特征 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这样的大自在天 即是即是皆的因 也是我们众生的因 现在有些宗教认为所谓的上帝 也是一切万物的根本 也有这种说法 所以在古印度的时候 确实是有这样的说法 但现在虽然印度在婆罗门教 所谓的印度教 也有一些多天真 多生派 多生派的话 他们崇拜很多的神 他们认为凡天 创造一切万物 然后遍如天 维护一切万物 还有大自在天 毁灭一切万法 所以这个说法跟这里可能有所不同的 当时寂天菩萨所面对的可能是古代的大自在派 卡片 般若 6 年轻人 爭 可 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样的大自在牌其实是寂天论师早就已经折破了 那他怎么样的折服呢首先是问你们所谓的一切万事万物的因大自在 所谓的这种大自在到底是什么样呢就开始提出这个疑问 提出这个疑问按照别人的观点 他们说我们一方面说是大自在天来创造万物的 然后一方面他也可以叫做地水火风四大 因为他们可能想到地水火风不论是我们的身体也好 或者外面的物资世界全部都是不离开地水火风 一旦离开地水火风那有心的这种舍法没办法形成的 因此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也是一种因素 是一切万发创造的一种因素 因此认为他们成为大众来所造的 那这样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驳斥 说何必致命那这样没有什么辩论的 因为你们外道说地水火风的名称叫做大自在 然后我们佛教这个叫做地水火风 所以这个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完全从名称上是不相同的 但意义完全是相同的 只不过是你们把它称为大自在而已 在这样在名称上我们互相辩论是徒劳无业的 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了这样你们所谓的大自在 也是实际上除了四大意外是不存在的 现在我觉得那些不存在地水火风不存在的人 使用了四大地水火风不存在于 创造家满路是不存在的 感谢观看 《无心大众众非常业非天不经众所见顶非在天》 你们认为的大自在所创他其实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因为大自在所谓的法相在这里根本不合理的 而且无心的大众 地水火风 其实你们认为大自在是一个唯一的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看见世间上的各种形象 地水火风也好 珠子平子也好 或者鲜花 茶碑等各种这些法是众多的 不是唯一的 因此肯定不是大自在他所造的 而且你们认为这是长法作造的 但是这个长法也并不是 地水火风全部不是长法的 这是我们现年也可以见得到的 哪有一个长法的 没有的 然后你们认为大自在是一个天尊 是因共的 应该值得供养的 但是我们地水火风并不是值得因共的 而且不清净的 人们经常不净分杀在上面的 也不是因共的 然后经常踩在上面 如果你们真正大自在天尊 地水火风 我们经常在路上走来走去的话 就在你们大自在的头上走来走去 那不是因共了 因共不叫这样吧 因不是这样的 这样一来 通过方向里面可以观察 观察到最后所谓的大自在天根本不是四大 OK 这样的这条一条 建议 好 这帮我来走去的 需要来走去的 谢谢 好 有点 是 id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彼天非虚空 非我千亿破破 若为非死亿 所必忧何亿 那么你们所承认的大自在天根本不是虚空 然后为什么不是虚空呢 虚空是无动摇的 而你们这个大自在也是万物既然造作者的话肯定有动摇的 然后你们这个大自在认为是自我的 但是不是生我的道理我们前面都已经驳斥过了 然后如果你认为这是大自在天我们凡夫人是无法了解的 它是一种不可思议的 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 如果它是不可思议的话那么你们为什么说它 大自在是具足五种条件 五种特质 如何如何 它的这种形象 来源这些都是为什么说出来 不应该说 如果真的是不可思议的话 你为什么是要说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发心是什么 这些都是不应该说出来 这样以后我们要完全知道所谓的大自在天 在这里并不是万物创造者 ajeously说现在还在这样的房inar 学生时军届出现 学生时军届出现 军届出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